联合国话五调查报告下周一公布 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宣布加入全球反话五公约 美国国务卿凯瑞警告不要当游戏 否则美国仍然可能动武 让香港人自豪的廉政公署爆出专员在任职五年内 豪华公堂应酬出访便观光大手笔送礼遭到调查 特首梁振英要求落实改革恢复港人信心 日本深奥派出日发混血美女主播 陈出时的款待用语引发大流行 媲美半则直述的十倍奉还 2020东京奥运也主打服务至上款待文化 停摆五个月的开城工业区即将在下周一重开之际 美国卫星拍到北韩宁边的核子反应炉冒出白色蒸汽 研判即将启动 恢复核计划引发国际关注 大陆人储蓄率超过50% 世界第一 连续三个月国民储蓄余额超过43兆人民币 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 相当于台币15万全球之冠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Focus全球新闻 我是廖芳杰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香港的重大事件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39年以来 在全球都树立了廉洁的形象跟模范 但现在竟然爆发了滥用公堂的丑闻 他是前廉政专员汤喜明 被发现从2007到2012这五年之间 担任廉政公署的专员 是茅台职友会成员 而这成员当中还有包括澳门特首 何后华等中港澳的政商名人 他被爆出应酬报公账 设宴200次花掉256万港币 其中17万是茅台酒钱 而送礼高达784次 有两次的价值超过4000元港币 平均一年用公款出国五趟 自行商等商务舱 任内光时机票钱就花了320万 而眼界案情还有扩大的可能 已经重创廉政公署的招牌形象 就算只是一个坏蛋 已经足以破坏我们的标准 年年强达速贪反腐 香港联政公署居然也爆发 被一颗坏蛋坏了清廉招牌 当事人是他 康显明 联政公署的前联政专员 任内五年公务应酬或是个人民地的交际 总共230次 超值幅度从20%到37% 花掉256万港币 每次宴客一定茅台酒上桌 开了廉政公署的宪例 某场盛宴还是香港电台的托 整桌的贵宾 秦米色 政府官员 五年内出访35次 花掉纳税人400万港币 出访记录当中还有旅游行程 申请梳理都没列上 但是却报了公帐 其中去乐山的那一趟 特首还没批准 他人已经提早两天出发 花公堂花得很大方 香港节节新闻都当头条 列举公团送礼 送到病人恨在心里 4700多元的鹰型雕刻 另外有条颈巾都是超过2000元 甚至是用了815元的公帑 买了两次牛腩和鱼蛋 来送礼物给人 光是个人民币送礼的次数 就高达784次 包括一盒680元港币的巧克力 和一条2090元的围巾 甚至还出现价值超过4000元的 虎雕和鹰雕的摆饰 负责打探的专员奢侈花公款 打破廉政公署成立39年来 头一招 特首梁振英也因此被打上第一线 利保廉政公署受损的尊严 检讨报告洋洋洒洒列了18项违规 身为检调单位为何需要送大礼 请打餐 这些开支又有谁帮忙协助报销 报告书里空下来不公布 因为涉及形势 而且案件有扩大的可能 在全球树立连结形象的典范 廉政公署四个大红字 面临史上头一招自家人砸招牌的丑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全球关注的还包括 为了叙利亚话五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清跟美国总统欧巴马 杠上了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清的越洋 投输美国纽约时报 大大数落了美国一番 气得美国议员现在轮番的上阵回击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跟俄罗斯的外长正在日内瓦 对于叙利亚策划五进行磋商 俄罗斯强烈的要求 美国不得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威胁 否则就不策划五 双方 目前没有 扭转 我没有 我会 但是 那 我想 看 你 上海的國際上 主論 主論 去 立亞 全國 也說 說 特有越 是很危險的事 無論他們的 中期為何 我們或許不相同 但當我們向上的劃武 進行磋商 俄羅斯方面要求 除非美國不威脅動武 叙利亞才會同意策劃武 美國國務卿凱瑞和俄羅斯外長 拉弗洛夫 雙方都堅持立場 談判桌上恐怕有的磨 時間會拖多久 誰也沒個准 但前線的敘利亞反政府軍 卻已經急得跳腳 擔心化學武器早就被阿塞德偷偷運走了 目前 敘利亞約有一千噸的化武庫存 俄羅斯提出的絞交化武計劃 卻沒有確切細節 論於紙上談兵 美國懷疑這是俄羅斯故意拖延美國對敘利亞動武的伎倆 因此要在日內瓦的談判桌上觀察俄羅斯的誠意 而聯合國也將在16號公佈化武報告 證據將指出虛國政府確實使用了化武 目前敘利亞已經向聯合國申請加入全球反化武公約 表面上依約行事 但美國中東官員透露 敘利亞秘密部隊直到上個禮拜都還在搬譯化武分散藏匿 美國國務卿凱瑞就出言警告 敘利亞不要當作是遊戲 否則將面臨後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說到武器 北韓今年4月公告重啟核磁反應爐之後 果真被美國兩間智庫逮盜證據了 有一張拍攝於8月31號的衛星圖顯示 北韓的核武心臟 也就是臨邊核設施反應爐的上空出現的煙幕 顯示正在啟動 又或者是接近啟動階段了 而這座反應爐已經有27年的歷史 如果運作良好的話 一年就可以生產6公斤的不元素 這個消息讓露出曙光的六方會談 副談又蒙上了陰影 北韓又要有新動作了嗎 看臨邊的核設施上空覆蓋白色濃煙 霍普金斯大學的美韓研究所說 8月31日拍下的衛星空照圖顯示 核反應爐已經啟動 或是接近啟動 北韓在2008年把附近的冷卻塔炸給國際看 遭質疑是做做樣子 畢竟臨邊核設施50年來都是北韓核武的心臟 專家分析冷卻塔不必重建 更新的幫浦間連起來後 這座全北韓唯一的石墨減速反應爐 一年可以生產6公斤武器級的布元素 要製作一顆核彈需要25公斤的U-235 或是8公斤的布-239 北韓巨信目前已經擁有36公斤布 足以生產一定數量的核武 同分資料還可證 2012年被拍到完成加蓋的清水反應爐 內部的工程已經將近完成 雖然開始運作至少需要一年時間 但是產能比舊型整整多了五倍 今年9月9日 北韓國慶閱兵大典上 地面武器的展示點到為止 專家分析只有兩個可能 要嘛是局勢緩和 再不然就是北韓對核武信心十足 回頭看7月閱兵 北韓軍人背著攜帶型的核武出場 答案呼之欲出 這個問題是 族的核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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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火箭最大射程 由1984年蘇聯制的火箭300公里 一路進步到1300公里 1998年已經能飛過日本落在太平洋 2012年光明星3號威力還上碳9000公里 專家估計2到4年之後的北韓 就可以把裝有核彈頭的飛彈射到美國境內 南韓政府情資顯示 北韓現在已經有能力把核彈放上短程導彈 南韓和美國本來還以為六方會談很快就能重啟 看看有北韓主辦的亞洲杯舉重賽 11號開幕時南韓和大陸等國一樣拿著國旗進場 如果南韓選手贏得比賽 北韓還承認可以播放國歌 朝鮮半島和緩的跡象還有開城工業區即將重開 4月初片面關閉開城工業區的北韓 7月主動提議和南韓代表會談 8月14日就完成了初步的協議 8月28日南北韓還達成成立南北共同委員會的協議 那是最緊張的 那是最緊張的 我們要再繼續 我們要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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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重複 我們要重複 大陸的日子還沒有到 北韓就被逮到疑似重啟核反應爐 投資開城的風險 恐將升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一個氣氛截然的不同的地方呢 在東京 東京深奧成功 最終決選時 當然一些深奧成員的亮麗表現 都獲得一致好評 被認為是搶下主辦權的關鍵 其中有個關鍵中的關鍵 是日法混血的美女主播 她在致詞的時候 為了表達日本用心接待的誠意 在大會上 用日文的款貸來描述 而現在這個詞彙 也成了日本的流行用語 日本人講究的服務至上的款貸文化 到底是什麼 一起來了解 東京2020深奧成功 不少人認為是這句話 抓住了奧會委員們的心 美女主播在法語演說中 特地用日語原文的 來描述日式極致的款貸文化 走一趟集滿觀光客的東京淺草 你或許可以感受到 日本人口中的這份親切服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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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賜助 所持人的 我們很賜助 好 在星干线月台你也同样感受得到 在月台上迎接乘客的服务人员 可是隶属日本经济产业省认证 以诚心款待经营的企业 列车到站前所有服务人员一排站开等后 车门一打开就拿着垃圾袋回收 乘客不用再到处找垃圾桶丢 星干线在月台只停留12分钟 扣掉乘客上下的5分钟只剩下7分钟的时间 服务人员要速战速决 把车厢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 清洁完毕后再次整齐地站在月台 不过到底什么是 用英文的 浩克 诚心款待 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它的含义 但问问日本人 他们自己也说不太上来 日本的表达是什么样的事吗 对啊 怎么说就好 丁寧地解释一下 对吗 気遣いですね 然后是什么呢 嗯 还有 日本人的感觉 大家都说不出个具体定义 还是请教日本文化专家吧 专家说这是从平安时代 细微十世纪前后就存在 是日本文化的关键词 现在还有专门学校教导这份困难文化 从贵座开始学 为期两年 毕业后学员都梦想在饭店或服务业工作 服务到不到位 得问问专业导师 日式款待文化 这次在深奥绝选时大放一彩 东京要如何迎接2020年奥运 给所有观光客 冰至如归的感受 全球拭目以待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个用钱存钱的习惯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大陆储蓄率出炉了 成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过去十年 大陆居民的储蓄一直在加速的成长 我们要来看到2003年 他们还在10兆人民币 2008翻倍到了20兆 然后仅仅两年到2010年突破30兆 今年年初已经到40兆打关了 最近连续三个月 更都突破43兆人民币 人均居民储蓄金额也超过3万 相当于台币15万 他们的储蓄率高达5成1 位居全球榜首 我们看到包括美国 日本其实都远远不及 连台湾这么爱存钱 也只有28.8% 但储蓄一定是好吗 其实人民偏爱储蓄 就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 是不够健全的 太多的储蓄反而会抑制消费 中国大陆民众最普遍的投资行为 就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很多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储蓄率这么高 很多原因是因为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让人民必须自己想办法 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存钱 工资啊 百分之三四十这样子 以后的生活方面着想 不怕一万只八万一嘛 医疗 卫生方面 小孩交流方面 不是开交最来的 像我们年纪大了就 对这个 晚年的 这个养老啊 这方面呢 就保险的系数高一些吧 除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外 安全的投资管道狭窄 也是民众偏好储蓄的原因 过去十年大陆民众储蓄的速度变快了 2003年9月突破10兆 花了5年到20兆 但是到30兆只花了两年四个月 之后只花了两年一个月又多了10兆 储蓄的总金额这么高 大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参的说法是 中国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 问题在于民众存这么多的钱 对经济会有帮助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越多的储蓄代表的是越少的消费 要如何让这么高额的储蓄活起来 让储蓄用方款的形式转成投资 或是让储蓄变成消费 拉动内需 将是大陆经济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积电目前有600多家客户 伪托代工 市占率高居全球第一 但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日本9GK电视台就特别制作了专题进行探讨 发现台积电有这样的成绩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跟客户有着很深厚的信赖关系 不但确保商业机密不会外泄 还把制成的资讯完整的向客户端公开 因此就算没有资金的客户 只要能够提出一些好点子 也就能够有竞争力 不过当然在台积电这方面也是有好处的 对方以后就很难再向别人下订单了 您拆过手边的智慧型手机 看看它的心脏吗 高阶手机晶片市场 全球市占率第一的企业 不是Samsung 不是Intel 而位在美国加州圣地雅阁 镜头来到Qualcomm高通公司 明明是手机晶片大厂 却找不到任何生产线 原来他们是所谓的Fabulous 无厂半导体公司 所有需求都从电脑沟通 跨越半个地球 由台积电代工 高通营运长点出台积电全球有600多家客户的关键 再信赖两个字 在这个产业无常半导体公司最在意优关公司存亡的设计代工时有没有外泄可能 その横ではアメリカの製品がその横に我が社の製品が並ぶ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それじゃあライバルメーカーにテコットの手の内を見せることにもなりますよね では工場にご案内しましょう あまりにセキュリティが厳しいので多分驚かれ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まず生体認証をパス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アクセスできるのは担当者一人だけです 而台积电不生产自家产品没有竞争关系 您的PotoID吗 再透过严密安管 美国客户高通或向本土客户惠荣才敢交出机密 Spec要求150到180 所以台积电会协助我们把这个外圈的PolicyD一步大一点 在金銀代工手中就是要注重我们叫保密 Confidentiality 普通是大公司零件叫代工的公司做 是有点不太平等的这个关系 在台积电是这个是完全平等的 不敢只是代工 野心勃勃的台积电更试图扭转供应链结构 PSMC Technology is based on an open environment The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 将制成所需的技术资讯向客户公开 就算没有资金的客户只要有好点子 就坐勇竞争力 但台积电也有好处 对方以后就很难再向别人下订单 大家好 大家好 请抓客户这是强悍的作风 代工企业也要抢抓产业主导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他是72岁的布老顽童 动画大师龚启俊 接受TVBS的专访 谈到他作画的理念 也谈到他的反合立场 稍后带你关心 我们曾经介绍过 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 研发出了在水面上能够触控的技术 对于投影触控来说 有能够让影像附着的介质 是现阶段最需要克服的关键点 而在俄罗斯的科技团队呢 就取得了非常革命性的突破 它让空气也可以变成触控荧幕 这个概念在发想初期 不少物理学家都泼冷水 说不可能办得到 但是两年的研发时间真的做到了 就像是十年前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科幻电影 关键报告当中 在空中读取讯息的场景 腾空入室一般 在十年之后梦想成真 手掌轻轻穿过银幕 这不是魔术也不是幻觉 因为它只是一道水状喷雾 喷雾投影 重新诠释了物理汉花的 机器一开喷出物体 任何地方都可变身 虚拟触控面板 不用荧幕不需墙面 不必大空间 Displayer 显示器的原理 就是将空气加上湿气 喷出的气态水墓 让投影画面在雾气上出现 我们摆担了水 从这个水 我们分析了小部分的脂肪 然后我们再加上水 因此感觉这个水 很明显 这真的是叫做水 白自俄罗斯的Displayer公司 是仅有45人的科技团队 从2011年开始研发 试图捕捕在空气中 没有投影戒指的技术平均 当时请教许多物理学家 没有人看好他们能做出来 经过两年的尝试 才终于成功 在今年年初 CES战的首次亮相 缩放点击滑动 上网玩游戏 Displayer空气萤幕都能办到 用使用时不占空间 看出来的水雾气雾 关机就会消失 始终之前电影关键报告的 不可能科技 长到十年后真的让人摸得到 只是现阶段技术仍有限制 容易受到光线干扰 无法在户外 或是光线太亮的地方使用 革命性产品将在2013年底开卖 定价2万美元 未来将要优先运用在 商场 机场和服务馆 谢谢许多晒晒宣 做一个报道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宣布封笔退休 不再推出长篇动画作品 让她的告别作风起 在日本立刻大卖 票房已经突破百亿日币了 这部动画是描述 二战时候的日本 也充分地传达了她反战的立场 72岁的她 接到TVBS专访的时候 也谈到了她的反核立场 她说如果人类真的有考虑到 后代子孙的话 应该立即停止这种 落后的发电方式 穿着吊带工作服 戴着粗犷眼镜 满头白发的龚崎骏 第一次接受台湾电视台的专访 仔细端详名片 这一天老先生的心情特别好 他有求必应 不仅帮大家签名 还当场挥豪 画了只龙猫 看到TVBS的麦克风 更是兴奋地拿来当道具 扮演记者 拍照留念 已经72岁的她 心里根本就住着一个小男孩 说完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买手在动画的世界里 宫崎骏说 时间是禁止的 1988年的龙猫 光在日本就吸引了80万人进戏院 票房5.9亿日币 而隔年1989年的魔女宅即便 更创下了21.5亿日币的高票房 全日本有265万人看过 至于2001年的神隐少女 更是创下龚崎骏作品的最高票房记录 三百零四亿日元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捧场 她的作品不只是日本人喜欢 在台湾更有一大堆四中粉丝 2004年霍尔的移动城堡在台湾上映 就创下破亿的票房成绩 但大师说要退休了 很多台湾移民心碎了 她退休之后 有计划来台湾吗 过去一直有人说 神隐少女的故事场景 其实就是取材台湾的酒分 但她郑重否认 也许是太喜欢他的作品 所以大家都希望和她笔下的故事沾上边 但奇幻的风格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所有场景其实都存在她的记忆里 最新作品同时也是告别作风起 就是储藏在她记忆里头的黑白片 时代背景是二战时的日本贫穷而百费待举 主角绝月二郎是一个一心想做出美丽飞机的设计师 没有想到最后却变成制造杀人机器的战斗机设计者 一向反战甚至反核的宫崎俊说 恐怕没有一个职业是无罪的 原発はもう古い技術です 本于人人人都喊赞的2020东京奥运 他也兴趣缺缺 这就是宫崎俊 不随不逐流 做自己 TVBS新闻王华林前一军在东京的采访报道 过去30年全球平民人数 从全球人口的1%下架到1% 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大陆等新兴的中产阶级 不过相反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 营养不良的人数却逐年的上升 这样一个地球却成了两个世界 根据IMF的报告 2012年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第一名是刚果 第二名是星巴威 前十名全部都在非洲 从北京开车三个小时 来到河北省的骆驼湾 饺子对居民来说已是大餐 这里人均收入一年不到5000元台币 比官方贫穷限基准的一半还要少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造访时 特地送上食用油等物资 需要中央政府救济的大陆平民 比30年前少了6.8亿人 这个数字占了全球总脱贫人口的95%之多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一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民众 1981年占了全球人口的二分之一 2012年降到了五分之一 以比例来说是大幅降低 但是踢除中国大陆之后 其实数字的背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例如印度 1981年60%的民众生活在贫穷限下 2010年剩33% 但实际上平民人数依然是4亿多人 原因是人口成长的速度远高于脱贫的成效 60年代只有2%左右经济成长的硬度 到了8090年代才逐步开放市场实行经济改革 交出GDP成长9%的成绩单 要是早个20年就能减少1.75亿个平民 30年来 无论是南亚还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占全世界的平民的比例都逐年上升 撒哈拉沙漠以南营养不良的人数逐年增加 现在少说也有2.34亿人 妇女和小孩首当其冲 专家指出 如果外国公司跟尚比亚采买同矿 都比照瑞士开出的价码 那么尚比亚的GDP当场能翻两倍 目前地球上最贫穷的前十个国家 全都落在非洲 第一名刚果 人均GDP只有美金369元 折合台币1万亿 贫穷和肢体暴力 性暴力都相生相伴 没钱生活的孩子 甚至5岁就被带去卖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应该致力发展农业 对抗贫穷 但是随着气候暖化 更多非洲人 只能望着干旱的田地心探 中国大陆越来越多人 跨越贫穷线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恰恰相反 贫富的两极化 不只发生在单一国家内 更发生在国与国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少人小时候都看过的 《咸诞超人》 竟然已经有将近50年的历史了 这部1966年 就在日本播出的电视影集 到目前为止 一共推出了28个系列作品 正式地获得了 金石世界纪录认证 是史上最多系列的电视节目 而回顾最早期的《咸诞超人》 虽然电视制作的特效有点粗糙 却不失娱乐性 在日本甚至有中学 把《咸诞超人》当作课堂教材 因为剧中 《咸诞超人》打倒怪兽的情节 被认为传达了 互相帮助 克服困难的遗憾 《咸诞超人》 《咸诞超人》 就算你没看过 也听过他的名号 对抗怪兽保卫地球的咸诞超人 让粉丝们崇拜不已 但变身《咸诞超人》的科学特搜部队员早田 偶尔也有《咸诞》的时候 这部1966年在日本首播的电视影集 近50年来衍生出多达28部作品 今年7月才又推出最新系列 北京市世界纪录认证 是史上推出最多系列的电视节目 咸诞超人的第一代男主角黑布晋 今年73岁了 现在仍不时在《咸诞超人》的系列作品中 客串或配音 除了影集 电影和动漫 《咸诞超人》也是广告创意的绝佳题材 咸诞超人的粉丝 不分男女老幼 担任国文老师的沈谷 更直接在课堂播放当教材 因为他认为 打斗场面背后 其实传递了很深刻的意涵 把咸诞超人的勇气跟梦想带到311灾区 严守线就有这么一台咸诞超人才会笑车 福岛警察本部 甚至组成一支咸诞超人警察队 负责在警戒区巡逻 不过 咸诞超人这个名称 其实是香港的翻译 正式的中文艺名叫超人力霸王 但看看这一对咸诞弹般的眼睛 还是港版的艺名比较传神 随着时代变迁 不断推陈出新的咸诞超人 还要继续正义无敌 拯救人类的使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两天的天气呢 真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炎热了 好像回到正在夏天的感觉 不过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有台风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状况呢 请到气象专家任力宇先生 马上我们分析 是的 有一个台风 今天行程呢 但是不用担心 它是不会影响我们的 那么在下雨方面呢 这两天倒还真的是比较多了 你看看这是今天的下雨情况 比昨天的范围又比较大了 其中有两个部分 东台湾的地区 这个雨呢就不是说午后了 西台湾这一大片呢 还是属于是午后的这种阵雨了 那么当然这个下雨的多的这种原因呢 还是因为这个云层 南边的云层有一点往北移 你看这一大片 都是它的云层 其中呢 台湾上空呢 那么也有午后发展的云层 也就这样子的关系 就造成我们的雨呢 就比较多 明天其实还是一样的 比较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大片云层呢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台风 今天刚刚形成的台风 但是不用担心 它不会过来的 要过 要影响我们的呢 要看另外的 因为呢 这边有个很大的低气压 它会往这边移动的 前台风中预测的路线来看 也有可能会有所影响的 至于说 它过来这几天的天气呢 首先我们看看 明天礼拜六了 北边有一道封面系统 南边还是不太一样了 有点东北封下来 到夜晚的时候 北台湾地区感觉 会比过去这两天 温度稍微下降一点 雨呢 还是会有的 你看这台风 已经往北边走上去了 再来我们比较特别注意到的 就是未来的变化了 当这台风离开以后 这一大便还是低气压区了 现在就要看 这边低气压的发展呢 目前来看呢 我们这低气压 确实是有发展的 那么在 这个是19号中秋节这一天 我们看低压已经跑到这里了 它也可能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台风了 如果是台风的话呢 那么这个会影响到 中秋节那一天呢 那么在北部 东半部地区 雨呢是比较多一点的 当然未来很可能会 甚至还会更清晰 台湾的几率都是有的 明天午后的震雨了 温度33度 中部也是32度的温度 南台湾天气都差不了太多 东台湾也是有些短暂的降雨的 所以提醒大家 明后两天还是要注意到 太阳光下面要防晒的 白天还是热的 这就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 全球新闻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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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